第六場,3T未關,3班1400米 應該是早比較混亂的賽事,我真的信心不大 如果真的要選擇,我選擇了4號的心多多 配搭他真的比較弱,黃俊女跑 上場梁家俊跑,我覺得他是有心出擊的 因為之前都說過,他兜兜轉轉1600元 縮回到1400元,他季初贏馬也是他最好的路程 在外面追上來,一度都看似,差點為止 但可能真的,那個placing太慢,他追不上 跑第五回來,他真的追很多 這次梁家俊不騎馬在黃俊 會不會用同樣的跑法後追呢,我又有點疑問 因為如果黃俊騎後上馬,我相對沒有那麼大信心 看看能否改變那個檔位之後,會改一下跑法 可能只要以跟前一點點,會有些機會 總之我拼他跑千射,就是最佳的路程 看看能否改善後會有些提升 10號的大眾歡呼,莫雷拉跑 今季跑了也有飛,上場也下飛 也是跟森多都在一起,他也追得沒有森多多那麼好 他在裡面找一下位,即是圓蘭追,也累得上來 莫雷拉都騎了兩次,上場和前一場都是這樣 前一次就跟前一點點,上一次就後追 試好了,再騎應該都會拿到一個最好的跑法來跑 今場我覺得他是三甲,可以搏一下 7號的幸運流水 之前在菊草跑過的,上場增情跑千四 自己放了 輸給那隻,也算是贏得很固定的翡翠精選 他又捱回第四回來了 試好跑法,還會有很大的進步 我還沒說真的完全進入局 上場也是跑,即是捱回來 看他上場也沒有飛數 今次換梁加進 都是放的,應該難不了他 今場我覺得也是3-3-4-4 Win就應該還沒輪到他 3號的請跟我來 這隻馬真的見到盡了 選擇他,有減球 上場擺膜,跑 追回D上來 我希望硬攻散一下他 看看能不能幫得到這隻馬 即是調教 讓見習生容易跑車少 九檔 其實跟森多一樣 不肯定他會跟前還是後追 同樣,黃俊和陳家希現在跑後追馬 都是給不到信心 所以這些馬都是薄大 沒有那麼3-3-4-4-4 可能又減了磅,放前一點走 走得開心,又捱回來 始終他在3班是 算是有些能力的馬 但真的見盡了 今場比較混亂的場合 都不是太大信心 選擇川雲 4號森多多 10號大眾歡呼 7號行運流水 以及3號請跟我來 那邊 我們都會